NEO 兩世紀 天野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4比4 黑森林團戰 好 團戰黑森林我們一樣不解說文明喔 在比賽中我們稍微講解一下 那黑森林地圖呢 開局通常都是要去把這個窄口可以堵起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現在青色已經出發了 所以前期的打架會非常非常的兇狠 這邊可以看到現在紫色這邊也準備拉村過來 這邊要圍一下了嗎 結果紫色開局也沒拉村 都是比較慢的 只有這個青色先拉個兩村過來 但是紅色這裡也沒拉村 看了一下這個地圖有點大 現在沒人想圍 Viper用了一隻伺候反擊回去 這裡圍毆一下老鷹 老鷹在黑暗時代是可以打得贏伺候的 但是升到封建時代就可以把老鷹追著打 所以這個時期的老鷹是算是霸王的存在啊 但是現在隊友的肉麻也來了 那這樣就變五五開 甚至老鷹打上來可能會打得贏Viper這一邊 那Viper呢他是出了名打黑森林最不喜歡為家的人 但沒想到他對手也是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Viper這一把開局不為家 會不會被懲罰啊 現在兩邊不間斷討論當中 右側的部分 一個很正常的圍家 兩邊都是稍微圍一下 Viper這邊依舊我清我素 我就是想打我想打的 但他內夾也是很趕 雖然也沒有圍 但是上面這個野豬數量也太多了吧 六頭野豬啊 這真的是野豬自由 好那藍色是西托 西托帶了一隻村民到了後方 是不是想搞點什麼呢 阿茲特克城堡時代 打擾音爆嗎 還是直接封建小宮呢 OK先把自己圍起來 好這裡把野豬全部拉回家 Viper也嘗試稍微拉一下 好這邊一直在敲地擊 讓野豬追不到自己阿 Viper實在是太細了 把三頭野豬一滴血也沒透 而且超遠距離 我的天 Holy shit 隊友還幫他卡 哇這個隊友的團結 非常合 這個野豬是不是 有點尷尬 是不是死了兩頭野豬阿 只剩下一頭野豬能吃 尷尬阿 兩頭野豬消失 Viper拉了三隻野豬 結果只吃到了一隻 好但隊友有吃到三隻 還行阿 那最近阿我的電腦 有點這個出現狀況 沒有辦法正常的運行阿 所以拍片時會重開機 那今天這種重慣阿 但是忘記把這個模組給用回去了 所以今天的黑森林 樹木非常茂密阿 好那我們回到比賽中 看到紅色這裡斯阿富人 已經圍了一條線了 那Viper家裡後方 看起來是有捕魚的 捕魚還是比較舒服 好但是布圍家的話 就意味著Viper可能會被懲罰 這邊對手 拉了一隻貢兵跟槍兵 貢兵把這裡的野豬給射掉 好 補了一個兵工廠跟市集 這樣就可以 唉呀這個布圍可能沒事 一圍就死村阿 哎呀Viper這一村死的有點不虧 不 不汪才對 不是不虧 好結果最後死了兩村 好點下了城堡石帶 Viper外加也是直撐 但是這裡有一個老鷹 軍銀跟老鷹飛進來那家打架了 Viper打出了7 好現在兩邊有點難受 好城堡石帶還需要一點時間 石頭部分趕快挖 待會就可以來 補一下城堡 好產出這個土耳西火香兵 好這裡又兩隻工兵走過來 再次看到tc快蓋好 OK現在內家的灰色 沙拉森沒有經濟加成 又遇到阿茲特克的高速燒了 那這邊沙拉老師到城堡時代 稍微補一下馬舟 出個騎士應該是能擋住 但是沙拉森這裡完全沒有要屌的意思 結果這些兵準備要跑到內家的條盾人了 條盾這邊看到趕快圍一下家裡 稍微圍過來 讓兵不要過去 結果牌是過來了 上面怎麼有洞阿 好Mipe後方 結果也被溜離拖弓兵進來 石頭的數量剛好可以蓋出移動城堡 好那這邊漁船要稍微拉走 漁船要小心一點 牧區的村民要小心 把自己圍起來嗎 OK圍起來走動 火槍兵開始輸出 想辦法趕快把這些工兵給解掉 好最後火槍兵是全部收掉 好結果右邊也有大問題 紫色也開始進攻了 這一波進攻壓制力非常強 那家賽特人投死車 直接打破了一個出口 結果後面吸托的工兵還在騷擾 這一波騷擾一次搞到了三家 好算四家才對 三家也算是啦 灰色綠色青色 三家都被吸托給逛了一輪 這就是騷擾的最重要的地方 沙村是其次 最重要是要讓對方拼這個手術 在這些兵身上 然後讓對方的正前方的兵力 會出現失誤的問題 或是讓隊友有機會可以進攻 好吸托犧牲了自己的經濟 但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這裡可以考慮點一下走工兵路線 走個奴兵嗎 走雙射箭場 還是要走軍營 好這邊是決定走軍營的老鷹路線 好Miper拉了一些火槍兵過來防守 但老鷹好像要戳死火槍兵了嗎 這個火槍兵輸出打得有點慢 完蛋老鷹要反擊回去了 吸托的老鷹開始做事 OK現在阿茲老鷹爆是現在 Viker他們這邊需要注意的問題 該怎麼防守呢 哇這個漁船居然被洛馬打 OK終結掉 好這裡趕快下漁網了 這些漁船 好這邊有城堡之後 暫時紫色沒有辦法正常進攻 這裡應該是要補一根城堡 當然要補哪裡呢 要補這個位置嗎 不在後面 好Miper升到城堡時代 按出火槍兵 單TC開始防守 先去處理一下後方這些兵力 不然讓隊友會有點難受 現在目前已知對手 藍色快攻的關係 所以家裡經濟應該不會太好 所以現在左側的壓制力 可能不像右邊這麼強 內夾可能很快就出關 但賽爾特人這邊前期也投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跟投實測的關係 所以他農商電容時間出關 也不會像一般的內夾農得這麼快 反觀是條盾這邊 沒受到什麼燒了 這邊3TC 4TC 依序補下 而且農田非常便宜 待會先出關了 還有可能是條盾 好這裡 斯拉夫人 轉出了弓兵 反制了這些火槍兵 火槍兵的射程優勢 現在有跟沒有一樣 一樣是7點射程 弓兵的話 2級射也是7點射程 兩邊都可以互相傷害 但是火槍兵的優點 就是順發傷害特別高啊 好 這裡稍微橫打一下 這裡工兵開始往右走 欸這個是 集結點射的有問題嗎 好像怪怪的 工兵怎麼往右走了呢 好這裡撿了一顆生物 好這裡工兵就能意識到走錯地方了 趕快回家 哈哈 3隻工兵走錯地方了 好 那下方這裡阿茲特克 老鷹開始想要飛 飛一飛之後看到火槍 這裡風琴砲是打不進去的 好 這裡其實外加只要能活著 就是很不錯了 但這裡並沒有打算要生樹地王嗎 感覺 葡萄牙這邊樹地王上去 單TC沒有問題 反正上去蓋港灣大商戰 對不對 好 那目前內加的殺生人 斬了一些奴炮 想要打老鷹 但是工程器打老鷹不太適合啊 因為數量太少了 沒有辦法很好成形反擊啊 被踢掉就沒有 辦法防守 好 斯拉夫這邊工兵 開始反擊火槍 火槍這邊打到頭破血流 沒有一點射程優勢 突襲火槍兵玩得很痛苦啊 好 麥克這邊稍微夾一下 修倒了一隻 火槍兵這裡反擊 又射倒了一隻 火槍兵少量 7打8 8隻1在集火 這波打下去 三隻火槍在左邊 兩隻在右邊 右邊的一隻老頭直接被射倒 火槍這邊繼續在遠射 這一坨火槍兵拉回來打架 最後這一坨工兵應該是守不住了 再次倒一隻 右側的狀況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家裡的老鷹問題還是沒有解掉 這裡的老鷹真的太麻煩 拉幾隻風情胖 來守一下老鷹的騷擾 好 外家的葡萄牙果然遇到那家的賽特人 不是那家 外家的伯冠蒂人 開始高速進攻了 哇伯冠蒂這邊升級很快 賽特這邊只差了十幾秒 這劇情投石機居然按了兩台 那個伯冠蒂人升級也是蠻精彩的 升級得很快速 好 MIPER結果不為家 雖然讓隊友造成一些麻煩 但是這邊換MIPER主動進攻了 這個老鷹還在燒 好這裡回頭 稍微反擊 這幾隻風情砲應該是要被收掉了 好 正面部分 葡萄牙已經沒有了城堡 這裡該怎麼防守 修道院現在生旅也不是很穩定 馬上輕裝兵衣衝進來 葡萄牙可能會被秒殺 好這一波 斯拉夫3TC開農 帶火槍兵快要突破防線了 好現在老鷹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好輕裝兵進來 開始對著生旅一陣輸出 最後只遭想到了 一隻馬上輕裝兵 好 那是內架條隊人 開始幫忙出點槍兵防守 好 好這一隻 這些老鷹又在燒老了 條盾家裡非常麻煩 一直有老鷹在亂飛 好這裡把大量火槍兵燒到城堡裡面 增加一下城堡的箭矢數量 現在viper打起來算是蠻 蠻激進的 但是是單TC啊 現在經濟其實很差 直接在前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扑跟地這邊再次往前推進 陶盾這邊也升好了大級兵 三級防衛率也正在提升當中 好長了一發 直接射到 後面的大量松爛武士想要做個包抄 再特地從中間開路過來了 黑森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到處開路啊 好這裡大量工程器在後方 火槍兵只能稍微反擊松爛武士 後排的大量投資車現在暫時無解 好城堡終於取消 好火槍兵走了進來 好正前方的槍兵開始往前衝刺 大量槍兵開始往前 馬上輕鬆兵在後方 好燦爛武士很強擋住了大量槍兵 最後這些巨頭都還活了下來 現在賽爾特人進攻非常的猛烈 投資車一直步步逼近 殺死人後面的火槍 開始有點岌岌可危 趕快轉火炮吧 好火炮打死了一台 第二卡再一發 火了下來最後被打死 好麥克爾這邊繼續進攻 土耳其的火炮也出來了 一升到城堡時代火炮開推 好斯拉夫人只能選擇搬家 經濟直接炸裂 但是伯恩帝人已經抽到內加條盾 條盾家裡被騎兵弄到很糟 後面好鬆爛武士 只靠槍兵可能打不過這種混兵呢 但是外加的葡萄牙基本上也算是個死人啊 基本上現在是三打三 好結果槍兵運到這些鬆爛武士怎麼辦 自己不是劍兵勇士會打不贏的喔 還是要轉一些條盾騎士來幫忙呢 哇哇鬆爛武士真的是在無酸亂砍 好煩好煩 這裡還有一個手撕TC 條盾好像快要被秒殺 這邊的鬆爛武士再次突破重圍 好外加的葡萄牙這邊出火槍 好條盾出火槍喔 好這就是條盾建築物 火槍火炮也被鬆爛武士給攔截起來 家裡現在亂招招一片 殺生過來救一下 現在右邊兩架已經倒了 VIPER這邊要趕快繼續推進 好這邊阿茲特克直接轉強武 沒有拇指環還是硬轉喔 不然這些火槍兵出老鷹打的話 可能會打到頭部的血流 但如果出強武的話 後面的火炮很難處理 一定要搭配聖旅 好阿茲特克這邊的搭配打得非常好 暫時應該可以拖住VIPER的進攻 好條盾中轉出了一些條盾騎士 有條盾騎士的話 暫時應該就能反擊松蘭武士了 因為松蘭武士防務力是偏低的 所以應該可以用搓的方法把它搓掉 防務力只有3點 好趕快修理一下 好後方火槍兵也開始在掃場 快要把這裡馬上新裝兵給掃當完畢 但家裡現在是一片狼藉 綠色的村民數只有73村 VIPER只有71村 打得好像那家只有單TC一樣 好外家的葡萄牙開始往後搬家了 這一搬家之後 外面的礦物都會被對方給幹走 所以待會要面臨的事情是 要怎麼去解決 正面大量的部隊喔 馬上清裝兵配松蘭武士 感覺上是用這個遠程部隊去解決 這個火槍兵 去處理會比較好 近戰單位的話現在應該是消耗不起 好上方VIPER遇到強弩 開始有點被打碎的跡象 有點打不太贏正面了 人家的弓兵射擊速度比較快 但是火炮打得很漂亮 直接砸掉了大量強弩 好阿茲特克稍微被反擊回去 好正面這裡開始防守反擊 下方回推 但這裡的城門已經被松蘭武士給突破城門了 下方這裡經濟有點炸烈 葡萄人雖然升到了帝王時代 但是一個趕完大商戰都還沒有下 不夠支援 好調整這邊稍微把村民處回到80村 VIPER這邊村民處來到78村 這邊可以考慮開始補一些城鎮中心 開始回農一下 因為現在變成兩軍交戰時候 再繼續出大量兵 可能產能會不夠 經濟會落後於人而打輸 所以在這邊打邊農 在中後期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VIPER好像有點忙不太過來 有點斷村 剩78村而已 好不過地人這邊再嘗試繼續往前推進 薩拉特人這邊也是 從左邊的路線開始往前 直倒黃龍啊 先攻擊薩拉森 薩拉森搞定了 基本上就能投了 但我怎麼覺得先把條頓拿下來投降機率會更高啊 待會要命的事情就是三打 二打三啊 VIPER加上薩拉森 兩位 那土耳其人來說打黑森林啊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文明啊 因為他的火炮射程夠遠啊 正地上來說也有一定的優勢 而且火槍兵的順發能力到精銳的版本 傷害也是蠻高的 22點 如果這樣再不行的話 後期還可以轉大落嘛 所以土耳其人打黑森林 我覺得一直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只是玩法上會比較複雜一點 好 這裡薩拉森人 這裡火炮六台 完蛋 要被收光 馬上清中兵 吃乾抹精 這裡的遠程部隊全部被吃光 重型投資車直接砸爛 好現在條盾跟薩拉森人 兩邊都出火槍兵 火槍連隊啊 這就是三段射擊嘛 但是這一波大包夾 要衝了 後面的松藍武士開始往前 馬上清中兵也開始往前衝刺 那這邊火槍兵且打且退 開始拉打 好但最後還是被少量松藍武士 很多的馬上清中兵 給淹了過來 這裡是一個死胡同 後面沒有路可以走 但是有槍兵可以擋 但槍兵出來是打不贏松藍武士的 正面突破 馬上清中兵加松藍武士 暴力破解大量火槍 火槍直接死在這些 刀下 哎呀 還有斧子下 好那現在上方 Viper也出現了 交左站 沒有辦法很好的繼續推進 阿茲特克直接一個老鷹飛 飛到了下方 開始偷襲Viper家裡的領地 Viper這邊四處著火 看來這把Viper不 不蓋圍牆 雖然是害到的隊友沒錯 但是沒想到最崩的是右邊阿 Viper有沒有圍家 好像並不是這麼的 有感覺了 好那阿茲這邊擋得非常漂亮 西托在這邊單挑來說的話 Viper可能會更傷一重 但是團戰來說的話 就是完全不同遊戲阿 現在Viper明顯被壓制住 火槍兵繼續往前出 但戰毛兵也開始亮閃起來 而且還有紫毛系阿 哇有欸 5加4 攻擊力8點 打這個火槍射程非常夠阿 紫毛器戰毛 把Viper的土耳其火槍兵 打到生活無法治理 後方勝率也在瘋狂招降 攻城系單位 雖然我是再次往裡面衝 殺生加力又再次衝到了 沉中心裡 但經濟有點炸裂 火槍兵可以再蓋嗎 好老鷹直接飛到後方 開始在偷抓這些漁船 漁船雖然被打掉了幾艘 正面部分大量的火槍兵 再次突進 松藍武士好像立了大功 這一波完全不怕 松藍武士配馬上輕重兵 然後再次包夾掉 殺生與條盾的火槍 好但右邊的火槍隊好像活了下來 好 VIPER上方 這裡的交換戰 還沒有打出一個決定性的勝利 現在VIPER只能單打獨鬥 一打二的狀態阿 好這時候紅色已經回來了 現在紅色從城堡時代開始 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這位視線轉了一些肉碼 幫忙一下前線的問題 正面伯根地人抱了更多的馬上輕重兵 好中夥方火槍兵 開始有點擋不住了 現在開始且打且退 前方這根城堡也蓋不起來 OK 升到帝王時代的 斯拉夫人點下重裝騎士三級馬海 VIPER應該意識到了 現在是極端的一打二 也再也不是一打一阿 打回斯拉夫人精力兵力起來之後 他要面對的是兩倍軍力阿 那下方目前狀況 只靠火箱跟火炮也很難抵得 抵禦得了 這些收藍武士跟馬上輕重兵 這些單位 要很好地解掉的話 除了出駱駝以外 可能還要再出一些火箱 在後面擋 會更好 好但現在沒有時間 出這個駱駝出來幫幫黨 好 但薩爾特人還好 他沒有火炮 火炮可以直接反擊 對方的重型投石車 左邊部分現在稍微用這個城牆給圍死了 VIPER這邊開始兵量越越少 好再點掉一台衝撤 右側不攻電人 建立一個新的城堡 在敵人家裡的附近 好 薩爾特人這邊又再偷偷開路 開了一個漱口進來 但還好後面有一根城堡 暫時可以守住 但還能守多久呢 VIPER的正面已經快要守不住 城堡一動一動的被拆掉 只剩下最後兩根城堡了 好 薩爾特人這邊黃金也已經跑到了42台 貓也開始穩 待會工程器只會越來越多 好 好 買一塊的巨頭被拆掉 從車往前 開始拆除這些圍牆 不知道什麼城堡 喔不是圍牆 好馬上青銅兵跟松朗老師再次合體 放棄了下面的進攻 轉彎左邊 攻擊貿易路線 葡萄這邊出了一些火槍兵 想要稍微努力擋一下 但是一個回弄的文明 經濟有點差 火槍的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好這邊已經開始在圖貿易撤隊了 好這波解掉之後 賽爾特人跟伯根蒂人 可以抓非常多的馬車 這裡馬車一台一台倒下 右邊的衝車也快要突破蟲欸 殺生該怎麼辦 好這邊葡萄人打出了GG ViperGG也打出了GG 直接被夾爛 Viper左邊也是崩潰了 我們恭喜賽爾特 伯根蒂還有阿茲特克 斯拉夫拿下比賽這裡 那這把比賽算是一個比較罕見的 不為家 結果被溜兵溜進來 被搞似的一波打法 那這個大家會覺得說 阿茲特克感覺好像沒搞到什麼東西 但他確實還是有拖到一點 這個綠色的經濟 還有這個青色 他們經濟都被騷擾到了一些些 所以讓他的兵力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成形 然後也讓這個 薩拉森大量火箱 在家裡一定要防守 沒有辦法趕快去幫Viper 進行一起協同推進 所以黑森林為家這件事情 是相當重要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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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